FB的時候呢 就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像我這樣子 先放置部落殼 它有登陸過來FB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篇文章 複製起來 貼過去 貼過去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狀況 就是它抓不到普遍 那時候你可以用一個連結 叫皮克看劍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一個平台 那你可以把你的連結 复制起來 有看到 然後丟進去這裡 對 它應該還沒去抓 還沒去抓 還沒去縮影到 那 謝謝 謝謝 那應該是 這個網址應該是Google還沒鎖影到 所以呢 像我這個Google它有鎖影到的話 你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 它就去跑 有看到 那跑完之後它就會出現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顯示畫面 那你可以點它 那你可以換 換你的那個圖片 比如說 我可以傳一張圖片上去 我我傳一下 比如說我傳 那你這張 我換氣了 那它們就換氣了 這樣了解嗎 那你這邊你可以自己改 自己改 自己改 改完之後你要確定 這時候它會重新產生一段連結給你 好 它重新產生一段連結給你 有沒有 那你再把它複製 貼到你的這個 好 你把它貼過去 你看 把它貼過去 那它就會抓到 你這張圖片 那你的文字 你的抬頭它描述了 這樣了解 就是當你貼連結過來的時候 你抓不到圖片 或是抓不到這個文字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這個批頭看見 去把你的那個連結貼上去 好 把你的連結貼上去 那它就會重新去把你的連結抓一次 這樣了解 這樣懂嗎 好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連結 因為你現在這個網址還沒辦法會縮影的到 所以它貼上去是 是找不到的 這樣了解 但是你看我的這個網站 因為比較久 像這個網站因為比較久 比較久 那我只要複製貼過去 它馬上就會找得到 這樣懂嗎 好 好 就是 當你貼過去 貼過去 那個 貼到你的那個FB的時候 它並沒有產生這種圖片 它只有文字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 方式來產生 好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Facebook的那個Open Query 就是它是去偵測你的你的網站 到底你的連結到底貼過去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用這個 那個 這個 那我把它複製 貼上去 我去偵測 那它就會產生出 你這個 你這個少了一些屬性 它就跟你講說你少了一些屬性 這些等等 那你可以重新抓取 好 那這時候你可以打 你可以偵測 偵測完之後 你可以複製 你可以複製 取得的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貼過去再看看 它應該就會重新幫你抓了 它應該就會重新幫你抓了 有了它就重新抓了 有看到嗎 它會去幫你做偵測 去做偵測 好 你可以用這個 那個 Facebook的這個 偵測 分享偵測的控制 你可以去偵測 偵測之後呢 它會跟你講說 你 你重新抓 是抓到這個網址 抓到這個圖片 和這個 內容 那你就可以透過 取得新的網址 取得這個網址 去丟到你的FB 那它一樣就會把圖片抓出來 抓出來給你 這樣了解 好 否則你看 你如果說沒有把它抓出來 你只是在這邊 貼上這個 它就會 抓到的就是會不一樣 這樣了解 好 好 有釋放在這裏 好 我們試看看 是 這裏 有 有 感谢观看